法律问苹果 用LINE传理职讯息给公司掌柜 他没已读算成立吗 读者询问 他昨晚将理职讯息传LINE给公司掌柜 但他平常都秒读秒回 这次却没有已读 请问他的辞职成立吗 因为一般的劳工与雇属间 大多是不定期的契约 所以读者如果要终止契约的话 必须依照劳动及尊法 依照读者认识于公司的期间的参短 去做一个预告 除非读者有劳动基准法第14条的除外规定 可以不经预告 再来雇主的部分 依照劳动基准法第2条第2款 必须是劳工的事业组 事业经理负责人 及有关代表事业组处理劳工事务的人 不然像雇主以外的人辞职 是不代表辞职的意思 接下来劳工是用LINE做一个规划的意思 依民法第95条规定 这是一个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必须到达雇主可以支配 可以理解的 随时可以理解的状况下 才会有效 而本件只要LINE的对话 是雇主随时划LINE就可以看到的话 这样实质是有效的 可是变异读者为了避免有任何争议 还是希望读者以纯正信函 或者是大片子告知的方式为之